大家跟我说,世界是关系 世界的颁布是为了我们和周围上帝发生关系 可以讲阿们吗? 因为上帝很擅重关系 那我们,特别你是我人,我是我人 但是我人没有贝纳,法纳,没有王,都说 我佛人拜神的心态 我拜我的 拜了我就走了,我跟这位神是没有关系的 我要什么,就好像去上帝给我这个 这个神啊,给我这个,然后我就,就好了 你要什么,我拜了,你不是来过 我就给你烧出啊,烧鱼啊,烧鱼啊,这样 其实我们佛人的拜神的观念是 跟这个神啊,没有任何关系的 坦白吧,拜几十年的神在人里面 你知道这个神是谁吗? 祂为什么会成为神吗? 为什么把贝公叫贝公,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叫我们拜,我们跟着拜 我们其实,我们拜的很无知啊,不清不楚的 所以,你看来到我们信耶稣之后 神说我要跟你有关系 神透过实践,来告诉你这个关系 如何来建立起来 OK,那为什么说关系呢? 你看,为什么亚当和西亚被创造 因为神创造亚当和西亚 就是为了上帝能跟他很好的关系 对吧? 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为了要跟他有更好的关系 阿们! 天上帝救你 让你有机会认识他 也就是因为他想跟你有很深厚的关系 可以跟你讲阿们吗? 阿们! 所以,你明白了,都是为了关系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第一节 你讲的第一节 课出埃及经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大家听清楚好不好?第一、二、三 神分付以下这些说法之后 我誓言我们的神,曾经把从埃及地 从为基督之家里出来 除了以外的基督之九天的神 第二节妹,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第一节说,我说是 有没有? 他说,我是也有关系的 关系啊 首先,实际说 我是,我不是你的 你的入门讲 我是也有关系的 我跟你是有关系的 有没有? 第一,他跟讲关系 二,他说 我是曾经把你从埃及和维吾 这样一出来,严育 为什么是跟你有关系? 因为是我带你出来的 不是别人,就是严育 然后呢,结果什么呢? 结果从我以外 有没有关系的 A, we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reason why and the cost that's right result of 你不可以别 留给了神 那么,现在来看一段经文 在罗马书第六章 第六节 主要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 已经以基督福利之家 使罪胜上是机能 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努力 因为 神的我们 就我们脱离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努力 我希望你是一个 或是被罪满的人 当地是这样 因为我们曾经是罪的努力 罪的努力 如今得了自由 当我们回头看十戒的时候 我们看到十个加强 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 和加强等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 许多人看十戒 为律法 为甜蜜 为规条 但我要你们看到十戒 是增加关系的原则 Amen 而且你要和上帝有生活的关系 是由你来决定的 我在说 你决定了 要和上帝有多深的感情 不是上帝跟你还没错 你要跟上帝有多深的感情 你要跟上帝有多深的感情 你决定 你要决定 对 你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把关系 把这个工作 这个事情 毕毁上上帝的意义 你让我爱你啊 你让我活着起来啊 你让我能够回到正大的什么 No way 不要亏欠的人 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多深 有多好 是你来决定 不是上帝逼你的 不是上帝逼你的 如果 我爱上一个人 我看上这个女人 我很喜欢她 圣女人不喜欢我 我逼她来爱我 你觉得我好意思吗 你觉得我有 有被爱的感觉吗 你觉得这个关系有多深的感觉吗 对啊 所以上帝也不会逼我们来爱她 你要爱神有多深 你要跟神有多深的关系 由你来决定 你可以听讲阿们吗 所以你必须明白 来 这个是一个界定 关系的一个原则 so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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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